政府计划推出新的公务员招聘政策 预料废除所谓的铁饭碗退休金 改用公积金制度 全国民事雇员职工总会主席拿督安南默就认为 与其撤销新公务员的退休金 那政府不如从服务期比较短的国州议员 以及政治委任来着手 针对政府准备修改新招聘公务员的 福利制度 全国民事雇员职工总会主席拿督安南默发文告指出 不论是国州议员 州行政议员或是受委入阁的政府部长退休之后 他们每个月都享有高额的退休金 而这些人的服务资历却只有五年 远比平均服务资历有三十年的公务员享有更好的待遇 职工总会认为公务员勤恳工作 最后却没有退休金是极度不合理的 因为原本制度是能够保障他们退休后 也有足够的钱过日子 目前的公务员薪金制也有待改善 加上百务涨价 公务员微薄的薪资根本不够用 安南默建议政府应该保障新的公务员福利 而是转向国州议员或是政治委任的人事下手 削减甚至撤销他们的退休金 另外乌清团长阿克马认为 如果政府要废除公务员退休金制度 首先应该废除人民代议式的退休金 他认为议员和公务员不应该有阶级之分 如果只朝公务员开刀 却让议员领取退休金到老死为止 这并不公平 马清总团长林天顺则表明 理解公务员退休金会给政府造成长期财务负担 但他也认为政府必须一视同仁 如果真的要废除公务员退休金制度 那么也要一并废除政府部长和议员的退休金福利 此外他也认为 如果政府现阶段以合约式招聘公务员 必须确保能吸引和留住人才 尤其是涉及专业领域 像是医疗 工程 教育领域的公职岗位 必须拥有一定的吸引力 否则在未来或许会导致人力不足的问题发生 我本身负责柔佛州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柔佛州我们也产生了不足的状况 在这个状况底下 如何通过合约聘请的方式 来吸纳更多的人才 来吸纳更多的人投入公共服务的领域 来让公共服务领序 确保他的运作如常跟保质 跟能够保障人民得到平等的待遇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未来要面对的其中一个挑战 另外土团党宣传主任拉扎里则认为 政府改革公务员的退休制度 或许会让向来被视为铁饭碗的公职岗位 失去吸引力 导致更多人往私人界发展 他举例 我国公共领域现在有大约50万名教师 和25万名医护人员 但如果这些岗位往后成为合约制 和没有退休金保障 未来无论是教师或是医护人员 人数肯定会进一步减少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